Hello 大家好 我是湾区智业的阿强 转眼间我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邵庆市的大旺区 大家听我的名字都好听 我们现在介绍给大家是我们的恒大陆洲世界五百强 OK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我们先进入里面的售一部 看看我们的精彩表现 好 现在我们就和大家来到我们的售一部了 我现在请到彭小姐和我们介绍一个项目 大家好 我在这里的字顾问我姓彭的叫我燕玲 而我们现在是在恒大陆洲这个项目的 可以看看 整个项目的话我们现在是了解一下 我们去我们的销售中心了解一下 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项目的区位和我们的沙盘 在这边请 好 谢谢 进来我们这边销售中心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沙盘 先介绍一下我们恒大陆洲这边的项目 恒大陆洲是在红色这个点的 整个红色的圈是我们 兆庆国家高新区大黄这边 它是临近广州佛山这边的后花园 而我们这边就是用三个点来说一说 第一个 我们的交通非洲便利 我们看到的了 我们项目过去的是大黄帝道的 向北这边是大黄收费站 向南这边是大黄收费站 这里还有个东出口 那大黄北收费站上去就是兆花高速 直接过去就是花刀区直接过白云机场 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而下来的话大黄收费站这边就是我们的南出口这边 就是二广广三广佛高速 直接是一个小时直接过去广州 现在就是政府为了更大地拉近广州和佛山的一个交集的话 我们还多设了一条大黄东收费站这边 直接出去广佛少高速 直接过去广州白云石井落高速大约40分钟车程 这样大大地加速了他们两个的发展 拉近了距离的 现在就是非常之广州白云区这边的楼价 去到几万元一个房子 所以的话价格差令到广州白云石井这边 是非常多的一个客户是过来这边买房的 而我们现在就是交通的话 除了我们自驾之外 我们的公共交通都非常之方便的 我们自身有楼巴车 有单轨列车直接接百广佛少轻轨的 而大网站 广佛少轻轨是我们政府投资了200个亿去打造的 那大网就出发 我们直接就一个站到云东海站三水站 两个站不停站的程序 直接到佛山的西站 三个站直接到广州火车站 还有可以转成的话就是广州南站这边的 而广州南站的话就是可以接驳到非常多的一个高铁 这些交通线路的 那过去我们那边也会是比较近的 香港那边也会比较近的 舒适度会比较高 这样交通会比较便利 而我们项目的话呢 除了这些这样的正常交通之外呢 它还会接驳这里会有公交站的 公交车站 而公交车、楼巴车和我们的单轨列车 三种的交通工具七行 更加方便了我们回到自己的一个家庭里面 而我们呢 除了我们的交通便利度比较好之外呢 我们项目位于的麒麟湖板块 属于整个国家高新区里面的新城中心 而CBD的一个卫士的 那我们项目过去旧城区 只是需要十分钟而已 而在我们项目出去 这里东七口 外面再回到 就是到 将军山公园 我们的大型的一个公园 有体育馆 也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天然 天然的一个氧霸来的 那再过去五分钟呢 也都可以到我们人民医院的 那么这个舒适度的话呢 就会在生活便利度比较好 而大家会比较关心的 在这里住 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教育之鱼 一个是学区的话呢 我们这个学区自身项目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家级的高新区 在这里买楼入户的话呢 我们是有邮院 会有三年的邮院 每一年都会有三千元的一个补贴 而入户的话是龙湖小学 大黄中学这两个的学区 还有呢就是现时的学区 在两个 但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还会有加设一个肉财中小学 这样呢也都加大了这个学位的一个入读了 小朋友的入读位也都会比较多 那还有没有其他你们是想比较想去了解的呢 而我们呢也都会是比较关心一样东西 那我们在这里住的情况下 有时我们就是想在这里找工作 会不会比较方便呢 因为带小朋友 那我们也都会比较方便 这里叫国家级的一个高新区 为什么会是这样去称呼呢 是因为小朋友汽车中行集团 惠品会名创优粉 华人怡保达利月 这里还会有一个宁德时代 他们总的投资的话呢 是以120亿的一个投资额度来到去投资 去建设这个新城区 所以这里的话是以一个 兆庆硅谷的一个发展目标 这个舒适度的话 你就会是可以这样考虑 我们恒大六州的话呢 它无论是教育之余 我们的就业之余 我们的交通配套 都会是比较完善 亦都是比较适合投资自住的 好了 刚刚我们计算完我们的项目的区位之后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沙盘 正是我们成交恒大六州 是总共分两期开发 总的战地25万方 103万方见面 总的户座有7900多户 这边是二期 现在才刚刚打装的 所以二期有什么呢 二期会有恒大影城 17个的一个放映厅 而我们恒大影城 就会是不仅是电影院 那么简单 它会是以三层的 靠密商城的形式来建造的 二期和一期中间 我们会形成一条商业计 现在我们的销售中心 其实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再看看 其实我们的销售中心的位置 会位于A一个位置 看我们销售中心的位置 前面这条路 就是刚刚我们在门口那条路 这边就是南向 那边是北 这边是西面那边 直至去到少庆四回那条路 直至去到四回少庆 这边去到大黄北收费站 大黄北收费站 这边去到大黄收费站 这边的 就是去到我们的大黄轻轨的位置 而我们向这边走 这边是我们恒大六周的东门口 东门口 你会发光 我们两排楼中间 我们会放一个中心湖境 中心湖境 我们的配套是每两排楼中间都会放 每两排楼中间都会放 而且带有音乐喷泉 在少庆那些音乐喷泉 在哪里才有 在少庆的大型广场 才会有音乐喷泉 而在我们家里的楼下都会带有 而恒大的三大标 第一个 拍金色会所 会所会有行温命池 灼球室 旗牌室 多功能室 放映室 和我们的雪加巴 等等的一个休闲配套 而且室外还有室外泳池 无边际泳池 还有第二个配套 就是我们的鱼鱼圆 鱼鱼圆 是以12个班鱼鱼圆 相宇为主的 第三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儿童娱乐场 这边会带有儿童娱乐场 健身广场会在这个位置 湖境是必配的 还有恒大的楼距 是前后楼距超200米的 超宽楼距 而所有的项目 全部都会是座不向南 南不对楼 只有两种户型 看回它主要的流动 是以两梯四户为止 前面两户是座不向南 后面两户是南不对楼 所以它可以做到五名设计 是变五名 明厅明围明厨明走道明卫生间五名设计 会做得比较好的 而我们现在在售的流动 是我们的19号楼 19号楼 坐不向南的三房两厅两围 坐不向南的三房两厅两围 坐不向南的下 而我们的121方 就是看回湖境的南北对楼的四房 四房两厅两围的 20号楼即将加推 20号楼即将加推 加推的户型是95方和96方 前面两户96方 坐不向南三房两厅两围 后面两户是95方 南北对楼的95方 看回我们的儿童娱乐场和我们的湖境 舒适度比较高 而恒大陆州的陆法是达到32% 容积是达到3.0 确保容积和流间距 私密性会保护得比较好 而我们的户型特典 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回 主要的户型 就会以这种户型为主 那我们的户型特典就是在这里入门 餐厅客厅羊桌 所以坐不向南下 然后进来 一二三三间房两个卫生间 刚刚说到 他会比私密性会比较高 为什么这么说 朋友入门 我们在那里煮饭 有厨房 出去到有生活羊桌 生活羊桌放小耳机 再出来的话 餐厅客厅招呼客人 羊桌可以看景 再进来的 这个是公共卫生间 在这里间断 动静分区 私密性会比较高 这里客户不用进来 我们的招呼亲朋好友 都是这样说 进去这里是我们的私人空间 三间房的话 它会是主人房帝 主人套房 而它是大飘窗的 飘窗是全赠送的 大飘窗的话 它可以看回我们的 外面的景色了 那我们这套 就是坐不向南的户型来的 一间房 我们两梯四户的话 零三单位是东向 零四单位是西向那边的 这间房 而再看回 刚刚说到 一百二十一个房的话 它会是怎么样呢 一百二十一个房 是做了南北对楼的 四房 它就会是这边进去 厨房 就是有生活阳台 餐厅客厅 我们的阳台 生活阳台 这个是景观阳台 看的是湖景单位 再进去 一样的都会做到动静分区 这边就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 再进去的话是一二三四 四间房的面积差不多几下 大小都差不多 都是大大飘窗 里面的话是主人房 是主人套房的 珠色度会比较高 南北对楼 正式做到南北对楼 通风度设计度都会比较好 这边是恒大六周的大门口 进去也看到刚刚说到的东门口 进去的话 我们也看到刚刚说过的音乐喷泉 而楼间距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 感觉到 为什么呢 这里的陆法 以及我们的湖景 和我们的楼间距在整个 现在的高新区里面 我们是第二 没有人敢认第一 楼间距 超幅楼间距 这里的实度楼间距 去到108米 而那边就是刚刚说到的 我们的拍金式会所 会所会有露天泳池 露天的无边泳池 恒大会所会标配的 就是我们的茶室 健身房 旗牌室 最多美丝妮喜欢的 那里面呢 还会有我们的西餐巴 雪茄巴 那些俊男俊女最喜欢的 那里面还会有我们的露天的茶餐厅 而我们的音乐喷泉 你可以看到 是非常大的 舒适度会比较高 中心湖景 你直至在上面看下来 直至是舒适度会不同的 后面就是我们的移骑 现在在打地基 那我们直至上回 我们这一边去看看 我们现在在手的流动是哪些 嗯 我们从电梯出来的话 这里就是我们两个电梯 这边是我们的客梯 这边是我们的货梯 两条电梯 这边是两梯四户 如何是两梯四户呢 看看 这边是01 这边就是我们的02户型 这两个就是 刚刚说到95方 南北对楼 这边两边出去就是我们的走房通道 再走过来 我们的安全通道之后 这边就是我们的03和04 这个是座北向南的 我们从这个门口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精装房 由这门开始 现在进来看到的任何一个 都是我们旧楼的边准 进来的这个是刚刚说到的 这里就是厨房 厨房的话非常之好 我们的装修标准非常之高 厨房的话里面看到的 我们的厨櫃用皮革 老板迷三件套是会有的 我们的 而且还会做到 洗菜 煮菜 上菜 洗切都会是一条流线式作业的 再出到羊台 这个就是生活羊台 生活羊台 它是用洗衣机的 还有放些杂物之类的 这些都会比较方便 有生活羊台会非常之好 因为我们其他东西 就会有地方放 这里烫门的话 烫门是十木烫门 标配后和的十木烫门 出来 餐厅 客厅 阳台 阳台 看出去 这个是南向阳台 南向阳台 灯是有的 这个是英皇灯色 中生英皇灯色 还有我们电视背景场 两个的台灯都会有 进去里面 我们看回 卫生间 可能我们会比较注重 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的话 是属于我们的安全门 安全门 比其他房门 会考三分之一左右 会看到它比较厚 进去里面 看回 里面会有五金配件 用尾标的 蒙结玻璃间隔 里面的话 这里是十木门 镜柜后面 别有身材 可以放到我们的洗衣用品 会是我们的风筒 位置 牙橙牙膏 位置 还有我们有时的丝有物法 可以放入里面 不用看得太酸 而我们的洗手盆 都会做得很漂亮 看到 这个是 纹底色做得比较好 比我们订制两千多元都会漂亮 美标的座面次 所以每一件事 我们都是品牌交付的 而且 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会有抽风机 暖风系统 以前的别墅级千倍 这些暖风系统 现在都会做到 那回到我们的私人空间 也要看回 私人空间看回 三个房 这个是我们的中房 中房 老人家的房间 这边是小朋友的房间 小朋友的房间 看得都是大窗 再看回我们的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的话 卫生间也不小 还有我们外面的公共卫生间的标配 也是一样的 再进去 主人房的话 有件事 恒大做得比较好的 这个是紧急按钮 尤其是我们没有空在家 但是只剩下小朋友和老人家 这个紧急按钮就能帮我们了 1530服务可以查一查 1530指的是一分钟留灯 五分钟到第二场 三十分钟为你解决问题 这个是恒大给你不同的一件事 大飘窗的话 可以享受到 坦坦 坐在那里 放个箭 喝茶 都会比较舒服的 水蒸灯 三间房都会有 都会配备 基本上你买了这些的话 蒸装房 就是买床 买柜 配个冰箱 里面可以进入住 刚刚我们看完座北向南的单位 我们还有个95方 南北对楼的单位 又会是怎样的呢 看回了 我们是由餐厅 客厅阳台 然后进去两间房 三间房 南北对楼的 进去看回了 我们的交楼都一样 但是这边又不一样的地方 看回了 厨房 这个厨房 可能我会更加喜欢这个厨房 为什么这样说 切菜 炒菜 洗菜 对不对 正方形的位置会做得比较好 而我们这个冰箱位置放在这边 出发的阳台 一样是可以放到我们的死机 南向的这个客 再出去看看 一样的标配 那我们这个餐厅客厅阳台 咦 音乐喷着的好处 我们看得到了 看看 我们现在音乐喷着 在我们家的楼下 整个景是完全不同的 那边就是二旗了 楼间它够阔了吧 施密性够高了吧 而且呢 现在的 已经很多人是刚刚交楼都可以入住得到 这些是不是正装房的好处 再看回了 我们这种户型又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说 一样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 空间感是会一样 但是呢 你看回两间房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间呢 就是一样是小朋友房 老人间房 这里会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我们回来看看 这个位置呢 就会做了衣柜位 可以做衣柜位 可以做衣柜位 缩进去 我们就可以做隐形门 这样令到整间房的空间会大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舒适度高了 放床 这间房 而我们再去主人房看看 有什么窍门 这间房 这间房 会有比较好的就是 一样 会有这个位置 可以做隐形的衣柜 隐形的衣柜 大家知道吗 在我们开门口的方向 这是门的后面 我们可以再多一个衣柜 放冠柜的衣服 和皮席 这样我们开门 开到这个位置就够了 就是说它可以放两个大櫃 而这间房 也可以做到南北对流 为什么呢 这边是南向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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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南向北向南北对流 南北对流 而我们再看两间房间中间位置都可以打空 其实依据这幅场如果你不喜欢的情况下 两个打通可以做一个双关 舒适度会比较高 这个是它不一样的地方 南向房和北向房两个弧形都不一样 所以看你喜欢哪一种 再看我们整个项目刚刚说了我们的项目的优势和我们的阳板房 你们会喜欢哪一个呢 其实现在看整个大湾区的发展 这边兆庆大湾这边是不限购的 不限购的话大家都可以投资得到这边的优势 在于交通便利度比较高 而这边是属于麒麟湖板块以后的新城区的封面 而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设定是再做二百七十元元一位方 原先买到九千二百七十元一个方 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正在做团靠的话 跟他们一起过来买 跟我们一起过来买的话 现在只需要六七千元一个方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价格差的话就会让我们这边 现在的价格的话就有无坯 有精装可以减 无坯的话只是五字出头 而低裝修是六字頭七頭的 而我們原來的價格 九動元才買到去到九千五元均價 還有我們隔壁的項目都買到一萬二的 最高價格去到一萬二元一個方 我們現在這樣的價格差 就是說會拉動上來 也可以這樣說 就會升上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甚至會超過我們現在的價格 為什麼這樣說 由於我們這個地方屬於 就是國家性的高薪區 我們現在寧德時代的鎮住 一百二十億的一期的投資 會帶動的是人口增長 也會帶動的經濟增長 而我們這邊就是 由於團購的客戶也會比較多 好像我們很多的廠的高層人員 會投資在那邊 小朋友節過來 老人家節過來 在那邊自住 還有就是安家的可能性是會非常非常之大 而我們無論你是投資好自住好 這個這樣的優質的環境 看看這麼寬的樓間距 這麼多的一個陸法 還有就是這麼多的就業機會 給到我們的無論是投資好自住好 客戶的信心都會比較足 由於我們這裏是屬於 剛剛說到是屬於一個新城區中心 看看出去 恆大隔離其實就是新城 合景 正王 甚至我們的中交中建 等等的項目 其實它拿地價都不會便宜的 原來這裏的拿地價是 2017年的拿地價兩千多元 算上去 我們要計建安價乘以3 現在我們只是買6千多元的一個 真是屬於一個補本價 都不到 甚至是虧本買的 所以現在拿價是最好的一個時機 現在不選擇 等什麼時候 是吧 這個是價格低話地來的 所以我們投資自住 都是一個首選來的 其實這裏不限購 香港人上來這裏買 其實都沒有什麼限制條件的了 沒有的 因為我們這裏是屬於不限購的 只要帶身份證 帶身份證 回海證過來這裏 我們都可以任意 扭動扭也可以的 當然 還有呢 其實這裏有沒有做防派 例如香港人這樣計 要看回當時的政策 因為現在局勢會比較緊張 所以他們會對於香港人的身份 會是比較敏感的 而我們會針對香港人的話 我們會問清楚 四階銀行需要的政策 即是需要什麼資料可以的 但以前的話 以前香港人是可以做的 因為都是 怎麼說呢 同胞 他會要求的話是 身份證、回鄉證 生日證明、銀行、流水 這些可能就會是 看你是否在大陸工作了 如果不是在大陸工作的話 在那邊的話 可能會要求你提供稅收證明 你那個工資卡、流水帳等等的 甚至這邊可能會要求 要有一個擔保人之類的 其實這些政策在每一個時段不同 對 因為他會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通知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時間 我們通知你可能會有延遲性 但是你這邊有一個擔保人的情況下 他找你可能會比我找你 更加方便的 這樣的情況 是的 明白了 今天就很辛苦 彭小姐跟我們介紹得這麼詳細 無論在哪裏都自知細細跟我們說過了 辛苦你了 留意我們的聯繫電話 詳細的資料我們會和大家分享 OK 謝謝 謝謝 好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